駕過去工作 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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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阿嬤生活大概15年了吧 嬰兒四季到現在 因為小時候 我爸就進監獄 然後我媽就不知道去哪裡 如果這個影片被我媽看到 我就想說 你可以回來找我嗎 媽 我想看看你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想跟他講一下話 到底跟媽媽講話有什麼感覺 我也真的不知道 原本我一直以為是 就是因為我爸媽不知道是怎樣 然後才看到他養我 結果是阿嬤跟我說 你爸爸不愛你 你媽媽也不愛你 阿嬤 阿嬤 才在請 第一時間聽到我覺得是蠻驚訝的 其實是蠻傷心的 不想相信自己是被拋棄的 我就只希望他們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為什麼不要我 為了這件事哭過一次 其實會覺得很丟臉 不想被別人看穿吧 他們就在那裡看不起 因為我們班的就是會有幾個看不起的 連隔壁班的同學都是這樣 他的聲音 沒差的 沒差的 你過來一下 沒差的 你過來一下 就有一點在扁低的意思 講給他們班的人很小 我就直接過去他們班之前罵了 你不會 我沒差的 你算 至少我可以自意自主啊 那你咧 他幾乎啦 我拔一拔 我又在睡了 早他給我拔拔 拔了 他說阿嬤 你本身不用 我說 阿嬤 我就在家裡睡了 阿嬤睡到五點多 我四點半就出去擺了 說起來 對我一回好了 問題哪 什麼拔 學到那邊 我如果說起來 就夠應對 這樣而已 你阿嬤真的說起來 一天唱會 讓我講都講不完 什麼 我常常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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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怪我 我常常在講話 我已經快崩潰了 好不好 他都一直說 一直唸一直唸 就跟阿嬤的感覺 沒辦法溝通 以前就不太會吵架 然後現在就蠻常會吵架的 可是就是因為他管太嚴 所以就有的時候 會有一點排斥 其實我自己很矛盾 蠻害怕我失去阿嬤的 因為感覺我失去阿嬤 感覺會沒什麼動力 那還是我最親愛 可是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那裡來的力量 可以跟阿嬤鬥嘴 可以跟阿嬤玩家 只要廟嗎 我就去那裡做義工 因為在廟裡面 我其實也有一個地位 不像在學校都感覺 被忽略一樣 這都是排名子 但是要跟他拐他 對 排名子拐他 對 他喜歡跟這裡的阿公阿嬤 有一些互動 蠻好玩的 才會想要 很怕孤單 我阿伯一直想說 要把阿嬤接去台北住 可是阿嬤就是說 為了顧我都不要上去 因為我上去 就沒有人陪我了 我心裡面最擅心的 就是阿嬤的身體 因為阿嬤有時候 突然高血壓 他也都不要去看醫生 都說看醫生很多錢怎樣 結果覺得 也不是辦法 應該找份工作 早上就跟阿嬤去嘛 擺完餐然後 阿晚上就工作 讓阿嬤比較 輕鬆一點吧 我是相信說 這出生在這個家庭 是沒辦法的 只要靠後天的努力 其實可以改變一切 可以讓自己的生活 變得更富裕 而不會是一直在 貧困這個階段 我就就是未來想要 往這個方向邁進吧 如果不想錯過更多 第一手精彩的影片內容 也記得按下 鈴鐺的圖案開啟通知 讓你最新熱門的影片 通通不露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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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